最初方面是0比4落後 所以今天單打從第一場比賽開始 就希望能夠多拿下一些勝利 夏威凱是29歲16年球靈 他在2003年的世界花式撞球大師賽 拿到了亞軍 另外第14屆的釜山亞運會 拿到八號球的個人金牌 第一局夏威凱從這 那突然夏威凱 中華隊派他打低一點 因為基本上基於我們夏威凱是一個生活正常 早上起來這個精神不錯 過去的一些週季對抗賽 這種團體對抗賽 夏威凱通常都是打早班的 好 看看有球進一號 早上逼一個衝球 8號不要再來了 哎呀但是 應該還可以薄 可以薄 但是這個球一定要借到8號過來 我們現在因為這個 8號擋在那邊 而且這個比較薄的話 你要來做2號不容易 那現在看能不能打1號 母球去借8號的上方滑壘過來 要閃不容易閃 借到8號的上方 然後母球往右走 是 衝球進了6號球 要搏這個帶 那母球一顆星上來撞到8號 再往這個方向走 因為2號在這裡 所以這個也要運用到1.235的概念 對對 它閃的話 這個 好 它是撞得很薄 不錯 你看 假如它沒有撞到很薄的話 這個球是做不到2號 是 因為撞到薄 把後就往下方走 薄往上方走 剛好接到這個8號接得不錯 我想說這應該是好的開始 看能不能一上來先吃得點 對手呢是美國的地下球王Ronnie Morris Morris跟伊夢蘭昨天搭配雙打比賽9比8 立刻了張浩平以及楊清順 這個拉桿一顆星 還是很好 拉桿一顆星 不錯 是 3號球是做左上方的底帶 現在4號在這 4號在這 那5在這裡 所以這盤球是還比較 這個要有點功力了 這個球它拉桿拉得還不夠 不夠直 夠直的話就直接拉回去 現在可能要做點偏帶 也一樣是用拉的可能 頓桿 但是輕了 這個 因為它剛才2號拉桿一顆星上來的時候 拉的不夠直 所以它現在沒有辦法說用拉 拉桿 我認為拉桿也是可以 就像剛才打1號一樣 你可以打稍微厚一點 然後拉桿的時候 借到9號一樣 也是往中帶方向走 現在變成不行了 現在可能就要做Safe 因為你灌球就是近了 也不好做5號 看它是不是要灌球 我看它打蠻厚的 做Safe 4號球來到5號球旁邊 不錯 不錯不錯 夏威凱在第一盤的比賽裡面 進攻到4號球的時候 沒有辦法繼續來進攻 現在做一個Safe球 輪到Running Morris 像比賽低度上來出桿 看看Morris Joseph的功力 這個球利用8號球 力道控制都不錯 有掉到 有 掉到大概半克球 打得到 打得到的話 看看能不能打另外一邊帶 我在鏡頭上來看一下 看看是要灌球 可能是切這個帶 切這個帶 再看可能太薄了 4號球只能夠打到 非常薄的一個位置 對 看能不能打右邊 我們從鏡頭看 好 母球 再加把鏡 躲到7號後面 停了 哇 先又過來了 感覺沒什麼力量 不過剛剛這個球 他應該主要是要做防守 對 因為4號球實在是 只能打到非常薄的位置 也沒辦法切底帶 對 我們現在就看Morris 這個4號球有沒有過 好 這樣子來了 是 打得到 但是沒有辦法打進 你剛剛這個4號球來講 Morris他的出桿 應該是想要進攻4號球 對 他帶一點點取球 是 那現在看看這個大角度的4號 好 沒問題 順利打進 然後兩顆星出來 也做到了5號球 那這樣一來 這盤球就 剩下這4顆球 基本的穩定性 好 沒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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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昨天雙打比賽 上了第一點單打 看看夏威凱第一局 現在有機會先拿下來 好球 在第一局的比賽當中了 夏威凱剛剛利用對手 留下來一個 chance 接手以後 拿下了第一局 先持得點 在這場搶7局的賽事裡面 以1比0 暫時領先 Morris 當然在昨天的雙打全軍覆沒以後 中華明星隊在今明兩天的單打比賽當中 勢必要發揮像上一屆的單體對抗賽一樣 對 有非常高的勝率 才能夠把撞球王國的這美誼 再度的保衛住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接下來的比賽方面 在第二場的賽事 將由米卡伊夢蘭出戰雷坤 第三場比賽帕古拉洋 要對上的是傅哲偉 光小狼的對手是高橋邦彥 而張浩平將碰上巴斯特曼特 楊青順對上的是魔術師Evan Reyes 蘇奎要跟康敬青來交手 最後一場壓軸的比賽 Streetland跟趙豐邦 兩個人加起來有5座的世界冠軍 壓軸的好戲 而且趙豐邦他在今年各項的比賽裡面 他單打還沒有輸過 他在這場比賽之前的一些熱身賽 他也拿到了冠軍 雖然說昨天雙打輸球 不過他單打今年還沒輸過的情況之下 對上石翠南這場比賽 真的是非常令人期待 哎呀 這個母球還好 這個5號球幫倒忙了 對啊 我說還好 結果再撞一下 行程犯規 很可惜 第二局的衝球母球洗帶犯規 這運氣稍微差了一些 被8號撞一下 本來沒事了 要5號再撞一下 衝球沒有球禁 母球攜帶 Running Morris現在獲得了自由球 好 他最重要是二座三 二座三 好 他走個兩顆心 好 滴幹一顆心 滴幹也拉回去 過中帶 紅黃球順利打進 右上角底帶 那看Morris打球呢 也是非常的舒服 出竿很輕鬆 好不脫泥帶水 因為他決定好下去 他大概兩下 兩三下就出竿了 好 這一組球 現在有機會把比數給追平 當然夏威凱這局比較可惜的是 衝球的時候母球洗帶犯規 在搶七局的比賽裡面 衝球也占了蠻重要的一個 勝負的關鍵 衝球好的話 以他們進攻能力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那就看衝球以後的情況 好 Morris在第二局呢 接手以後也演出了一桿青台 現在打完前面兩局 比數是1比1 不過昨天最可惜就是 這個楊金順跟張浩平對組 對 8比7 聽牌了 8比7的時候聽牌 然後 對手衝球母球犯規 接手以後吃到9號球 對 9號球沒進 Gainball沒有拿下來 結果被對方追成8比8以後 最後的搶尾局呢 也沒有辦法 能夠為中華隊拿下勝利 不過這是昨天的雙打 現在都忘掉 現在就是單打 專心的 搶一些點數回來 3 1 1 因為三天下來 總共是20場的比賽 對 昨天0比4落後 那麼在今天 Morris從昨天衝到今天還沒進過球 是 昨天衝球沒進 而且還半歸了兩次 衝球也沒有發揮喔 對 到今天還沒發揮 這個點稍微有一點點偏 嗯 今天早上呢 夏威凱當然也是提前呢 大概40分鐘左右 就到現場來練習 那Morris也是隨後大概提前20分鐘左右 他在練習做也特別看到他在練衝球 好 這個打進 好 連接球先打進 好 大家看怎麼做3號 3號在母球場來這個位置 3號在這裡 所以2號打這個帶啊 再來就是下一個連接球就4號了 好球 所以現在4號球 對 那時候5號在這裡 所以這個3號打這個帶 但這個4號不能做太直 因為這個5號要打這個帶才行 是 不能做太直 貼的刻心就好了 好 因為這樣子打完之後 這母球可以往這個環境走 對 這個5號打這個帶 4號這個帶 所以它母球一定要做要有角度 這個中間母球就可以橫過去了 可以了 昨天的雙打比賽或許中華隊這些選手還有 有鼓勵到說要幫自己的隊友做好一點或怎麼樣 反而在母球方面 控制的不是說很理想 今天單打 然後經過一天的適應新球以後 相信呢 在母球控制方面應該會比昨天的狀況好得多 好 好 這個 一顆星回去 下點也有賽 第一桿 第一桿一顆星回去 是 因為 雙打是 你一桿我一桿 你一桿我一桿 是 但是單打的話 他就一直可以熱 手會熱 就一直打 對 不要說打一個球 起來等 等對手打完再下去打一個球 就差別在這裡 包球做到右方的中帶 好球 好球 那麼在第三局呢 下回台環以顏色 利用對手衝球美景 接手以後clean table 在比數方面 現在三局打完2比1 暫時領先的Running Morris 觀眾朋友2月14號是情人節 那麼在今天呢 相信會有很多的 親女球迷呢 一起攜手到 台茂南侃家庭娛樂各務中心 可以一整天消耗在這裡也不錯 可以看精彩的球賽 同時呢也可以來逛逛街 那麼今天的比賽 我來體育台也特別從 早上十點鐘開始 問您帶來中華明星隊 出戰世界明星隊 第二天單打賽程 昨天的雙檔中華明星隊 在比數方面0比4落後 今天單打第一場比賽 夏威凱跟Running Morris 現在是以2比1 夏威凱暫時領先 第四局的衝球 進了8號球 但是連接球 1號球的位置 現在看看有沒有辦法進攻 應該是沒辦法 他準備做safe 他保球 我就閃過 那球要躲起來 沒有躲起來 這還好 為什麼主要是1號 你打進你要做2號不容易 因為2號前面有個6號在那邊 現在是早上的第一場比賽 不過兩位選手 看起來 球隊會派他們 第一場出賽 也不是沒原因的 都蠻早起的 先看這個球 來看一看母球 欸 哇 這個球 太準了 他也會覺得 Morris 吐了好大一口氣 他心想說 只要從子裡面轉過來就掉球 就應該掉球了 夏威凱現在擺的是 等一下要做2號球的位置 對 因為你現在母球是自由球 那你自己可以控制得比較好 你要做2號的話 必須要從6號跟7號中間過 不過這球如果2號打進的話 3號球不知道方不方便 嗯 現在3號是看角度 但是 我們很簡單嘛 你做 做 做不到的話 你可以做到比較好的位置 來做掉球 對 假如要做到好的話 他做到整顆 灌一顆心 把母球 躲在6號後面 也可以 所以 我們不是剛剛這個母球攜帶 他自己覺得 應該蠻冤的 對 或者現在就打1號 直接母球過來帶6號 像他這樣 他可能打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母球過來 然後這樣子去撞 一顆心來撞 撞到以後 好球 對 是 有點帶球上籃的效果 那假如這個球可以做怎麼樣 做得好的話 他看 這樣子打 來把母球 或者是做下來 三九碰也可以 或者是打三戒九都可以 假如說我們定幹定 定來這裡 可以打這樣子來Kiss 把母球 還可以母球控制 拉幹一顆心 躲到6號後面 就是一間二顧 就是我 9號Kiss不進 我會把母球做成掉球 再來一個就做來這個地方 再來一個就是 博球上去一顆心 做來這個地方 做來這個地方 為什麼 做這個地方 他可以打這樣子 打三戒九 對 那剛才 打三九碰的話 母球還可以一間二顧做掉球 那現在三九碰母球可以控制嗎 對 那沒有 他就是 就是專心把它Kiss進 因為這個 這個角度比較好瞄 應該大概 九層 九層以上的進球率了 打三戒九 打三戒九 母球拿九號 有啦 好球 在第四局的比賽當中 我們夏威凱的 成功率方面 剛才這個打三戒九 自己也做得非常好 那主要就是獲得自由球以後 一座二 一座二 就是他打中戴母球 一顆心上來 帶到這個 六號 剛好把二號Kiss在洞口 所以是一個相當重要的關鍵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Morris的攜帶 這個攜帶 其實真的很不容易耶 從球堆裡面 很空心耶 對啊 Morris也覺得 怎麼一大早這麼冤枉 所以今天一定要預測 我們就單打要 八場要贏六場 明天就好看了 是 能夠贏越多越好 如果贏六場的話 就變成前面 十二場的比賽 雙方是六比六 對 所以明天就比較精彩 是 那昨天 在中華明星隊方面 覺得基本要求 至少都要贏五場 才不會 被拉得太開 對對 好 好 觀眾朋友 如果說您早上才剛起床 還有一點點 頭腦不是很清醒的話 光聽到這個怒吼的引擎聲 應該整個人都清醒過來了 從三月六號開始 《未來地獄台》將為大家帶來的是 F1一級方程式的賽車轉播 今年18站常常都是LIVE現場直播 也讓您在欣賞 F1賽事的時候 有一個最好的選擇 別忘了 3月6號 澳洲站的排位賽 3月7號是澳洲站的決賽 另外在今天接下來的比賽方面 就如同畫面上所看到的一樣 今天的八場單打組合 是在昨天 雙方都要提交名單的 在第二場比賽方面 中華明星隊將由天空飛彈 讓李坤芳來迎戰 芬蘭的冰人Mika Emanen 觀眾朋友今天如果收看我們的現場直播的時候 我們在左上角 有世界明星隊跟中華明星隊 這是在雙方總比數方面的比分 中華明星隊昨天四場的雙打都落敗 因此是0比4在總比數方面落後 在選手的該場戰績方面 就看畫面下方 還有9顆的目標球 每顆進球就會消掉 搶7局的賽事目前3比1 夏威凱是暫時領先Ronnie Morris 所以大家看到左上角的比數的話 就可以隨時來關心中華明星隊 跟世界明星隊最新的比數 夏威凱在第5局的衝球 衝球來看看有沒有球技 有可能1號球 被8號給擋住了 結果留在洞口形成一個槍死球 可惜啊你看 衝了9顆球 8顆球過半場 是 結果居然沒有球技 爆發力非常好 哇 剛才1號進的話 27碰可以 好 現在Maurice上來 選擇2顆星做2號球 那這2號球 他做到這個位置的話 打進母球 勢必會去帶到其他的目標球 對 帶7號6號 他現在在看要怎麼樣來帶7號6號 因為他假如說順順的推過去的話 會碰到7號8號球 然後母球還會Kiss到6號 你看他輕輕打 兩個球都會碰到 而且還有剎車的作用 來做3號球 4號球是右邊的中袋 5號球就在對面的中袋 看他要不要帶一下7號 還是怎麼樣 不用 沒有帶 可能7號Kiss 8號是chance 是 所以 他這個5號 做6號是會做得稍微直一點 兩個星 你看一個星 兩個星上去 所以他在打的時候 其實他布局已經想好 要怎麼打了 這個大概定竿 差不多 7 78號 7還留在洞口 好 推竿2顆星 3顆星做到9號球 右下角抵帶 好球 這一局呢 夏威凱衝球一沒進 又讓Ronnie Morris 接手以後 Clean Table 所以今天 雙方的攻擊方面 都呈現的相當穩定的狀態 接下來就看 衝球來決定勝負了 2比3 Ronnie Morris 好球進 那麼夏威凱 這個1號球的連接球呢 是一個掉球的狀況 用解球的 那現在留下來的情形 看看Morris 是不是有chance可以打 這一球還不錯 Morris 沒辦法直接進 要就是灌球 但是我想這個球他應該會選擇做安全球 不過今天呢兩位選手總共6次的衝球呢 有3次沒有球進 然後還 新冠這個球 手氣好 手氣真好 他想灌1顆星 母球橫過來 結果灌得太厚了 就能來回2顆星 這運氣不錯 而且時間差母球也沒撞到1號球 而且順利做到2號球 這是重點 對 這局蠻關鍵的 其實兩位選手 在這場比賽衝球的狀態都不是很理想 進球的狀況 可能也是第一場比賽 比賽球這組球還沒有醒 選手都醒了 這組球還沒有被打醒 不太會跑 門一開了 觀眾就衝進來了 剛好趕得上看這場比賽 進入到正火熱的狀態 我們看到購物中心的營業時間 一開始 這觀眾每個人都進來 要搶位置 看看哪個位置的視野最好呢 可以來欣賞到精彩的比賽 而且最近這幾次的比賽 我們看到有FM Reels跟Bastamante來 現場就有更多的外勞的朋友 都來欣賞這些 菲律賓高手的精彩球技 那麼在剛剛的這一局 雖然說Morris衝球沒進 但夏威凱留下來的一號球 讓Morris一個幸運的灌球進之後 現在比數形成3比3 那今天是2月14號的情人節 那在2月13號到15號 再連續三天的 撞球明星團體對樣賽轉播當中呢 未來體育台特別推出了 撞球情人夢的網路票選活動 歡迎您到未來體育台的網站上網來參加 那這次的獎項非常的豐富 有冠軍隊球員的簽名球桿 另外還有紀念郵票 以及二期撞球教室 另外還有電影 空手道少女組的招待券100張 那麼要招待您去看一場非常精彩的電影 也歡迎大家呢 多多上到未來體育台的網站 來參加這項的票選活動 那其實有時候可能情人節呢 情侶之間會彼此在傷透腦筋要送什麼禮物 那如果來我們除了比賽以外 還有簽名會 送一顆這個世界撞球高手的簽名球 應該就是一項相當好的禮物 那我們來看一下Morris 今天的衝球還是都沒球進 還是沒球進 其實我們看到他的衝球 以他的這種體格爆發力也不太是問題 主要的問題在哪裡呢 會完全是運氣吧 有的時候衝力量太大也會這樣 不一定 所以我的這個衝球還是多少少有點運氣 你看看球其實很多球都是擦身而過 不是偏左就偏右 好我們看夏輝凱這個1號 看是不是要打1來Kiss3號 還是 Joseph Joseph 看看母球輕輕的在 哎呀 他的球在散過這個1號 散過2號上來 就連在2號後面 是 結果這個safe沒有做成功 雙方面這個都來safe 這個球safe做得不錯 也沒有躲到還是可以打到整個 對 他是原則上就是讓你沒辦法直接進了 這個要掉球的話 除非說母球跟子球稍微近一點 這個遠啊 能夠做成這樣子已經 打得相當的不錯了 好現在我們看夏輝凱他怎麼樣來做safe 可能也是要把母球繞回來啊 打包球繞回來 還是要回2號後面 來 然後2號4號後面 哎輕輕撞一下就好 一點點 好球 應該是掉到了吧 就算有掉到好像也不是掉得很徹底啦 所以夏輝凱應該不是很滿意 這兩次的掉球 都有機會 讓對方來 用解球的方式啊 可能可以直接 過喔 看到這樣瞄 瞄的話 意思是說這個球還可以打得近 可以打得近 所以等於是沒掉到 沒掉到 哇這球打得好 沒掉到就麻煩了 比賽是搶7局的賽事 前面6局雙方3比3 因為本前4局夏威凱是3比1領先的 可惜的是 夏威凱這樣比賽 4次的衝球呢 狀態也不是很理想 一次母球洗帶 一次沒有進球 因此無法呢 繼續把比數給拉開 那現在讓Morris追平之後 這局Morris又有很好的機會 現在就要看這個 7-8 7-8 因為7-8的話 角度要做得很好 大概要做到這條線 做到這條線 因為他現在認為這個6號 稍微這個 太貼顆星了 他輕輕推 然後1顆星回來 1顆星回來 1顆星回來 力道不錯 他1顆星的力道比較難控制 他來回2顆星 就2顆星碰到 他跑到速度 對 稍微力量大了一點 其實他輕輕大也可以 或者是 再走顆星也可以 應該是 看看 啥子 保克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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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好球 也很敢打 對 球球順利打進 這一局的比賽 是由Rani Mourish 拿下來 目前7局打完之後 他首度取得領先 比數4比3 觀眾朋友 觀眾朋友 這裡是我來TV台 您現在所欣賞到的是 在台貌南侃家庭娛樂購物中心 所進行的 統一海洋深城水 世界撞球明星團體對抗賽 第二天的賽程呢 要進行八場的單打比賽 那麼來 決定呢 到底這次的冠軍誰數的話 今天的單打對於中華明星隊來講 很重要 因為昨天的 雙打比賽呢 中華明星隊目前在總比數 透過左上角的 分數 大家可以看到 中華明星隊是以0比4 然後給 這次實力非常堅強的世界明星隊 而在單打的第一場比賽 夏威凱跟Rani Mourish 夏威凱本來前四局還3比1領先 但是讓Mourish 連桿三局 現在反倒是4比3 而且這次的衝球 直接來了一個Night Bow In 雖然剛剛夏威凱 是叫出了暫停 但暫停過後 反而運氣怎麼會轉到Mourish 這邊來了 那前面三次的衝球 沒進半顆球耶 這次一衝 哇 這Night Bow 進了中代 我們注意看一下這個慢動作 這個Night Bow怎麼進的 哇 是被2號跟3號 撞了兩次 這3號球幫了大忙 哇 這個Night Bow In 現在5比3 差非常多 好的觀眾朋友 精彩的美國PGA高爾夫巡迴賽呢 最近別客邀請賽 也即將在我來提議台為您呈現 請您密切注意 現在回到場上 Morris似乎在夏威凱交出暫停以後 反而他的衝球開始有球禁喔 前一局是一個Night Bow In 這局也有球禁 6號3號 嗯 但是進球之後 他連接球並不是一個 像是現在做一個safe球 這球從這位置來看呢 應該還有進攻機會 他打左下角底帶可能不能進 因為8號靠得太近 打到整顆就是可以啊 但是 應該做safe比較理想啊 比較想說我們 這樣子回去啊 然後母球這樣下來啊 他當然是最好是能夠把1號灌到 這個8號跟5號中間穿過來啊 從這邊穿過來啊 從這條線穿過來 沒有 他是做safe了 好 就把1號球跟母球放到兩邊比較遠的位置 對對對 其實夏威凱他的safe 本來也還算不錯啦 但是今天 其實蠻重要的關鍵是 有幾次啊 尤其在3比3平手以後的第7局 兩次這個1號球要做第2球都沒做到 對對 最後還讓 Morris有一個幸運的灌球禁 就差很多 Morris也要做一個防守 最重要是被他這個 沒灌進來回兩顆心境 對 就是那個幸運的灌球禁以後 先追成3比3 整個氣勢都轉到Morris這邊來 不過比賽搶7局現在Morris 都還沒有聽牌 才5比3 夏威凱要加油 好拼這個 這個1號你看 我們從這鏡頭看 看得很清楚啊 剛好可以進 所以他要抬高桿尾啊 讓他下個打進去之後 來做2號 準一個 沒球進 追求進球方面是 稍微比較為了做球啦 可能跟前面比較起來的話 稍微有點難度 否則的話 在 第8局以前 雙方 單顆的進球 從來沒有沒進過 對 所以雙方的進攻 今天都表現得很好 就是在防守跟衝球方面 對 Morris又有來做一個吊球 所以他不急 雖然領先 對 好 這個被吊到了 看看我們夏威凱 怎麼樣來解這個球 看看要解兩顆心 一個是這樣解兩顆心 看好不好架幹 一個是這樣解 兩邊的兩顆心都可以 一個是就這樣子 這樣子下來 順利解到 好球 連解代掉 我們掌聲鼓勵一下 這個觀眾也蠻內行 解到 反而再來掉球 好球 好我們來看一下夏威凱 剛剛這一球 一顆心 兩顆心上來 撞到9號 撞到1號 1號去K18號 新增掉球 好 嗆子來了 加點油 加點油 抵帶 因為這局是蠻關鍵的 因為我們比 局數搶7 所以這一盤 假如這局沒拿下來 變對方6 停牌了 那你現在是4跟5跟3跟6就差很多了 好球 要求打進 標太直 要有點角度 為什麼現在4號在這裡 是 所以2號推下來 母球做的標太直 差不多做到這個位置就可以了 好 他很會跑的 好 2號球沒問題 好 退下來 差不多 這個位置 不錯 然後滴桿1顆心 像這樣子 它1顆心回去 當然這個成直線 差不多做到這個位置 好球 停了 停了 好球 成一直線 所以由於昨天的比賽 中華明星隊呢 一場都沒有贏 所以剛剛 我看到球評啊 可能跟很多電視機前面的觀眾一樣 都在幫蕭惠凱喊 停了停了 這場單打比賽 看看能不能夠 今天 第一場比賽就先開個紅板 對 因為 第一點要贏的話 對後面的幾場比賽 選手打起來的感覺就不一樣了 心裡 好 8號打進 母球做到了9號左下角底帶 好球 這局呢 蕭惠凱在獲得了 機會之後呢 沒有讓這個機會溜走 現在比數追上了4比5 僅僅一局落後 一共將為大家帶來8點的單打比賽 這是第一場的賽事 希望蕭惠凱能夠幫中華明星隊呢 拿下這次比賽的第一點 隊長要看衝球 前面幾次的衝球其實結果並不是很影響 這次有球進 1號加油 5號不要來導彈 很可惜1號留在洞口 但是偏偏5號球呢 擋在前面 我們來看一下這一局的衝球 那麼衝球最後是進了4號球 不過這組球還是有麻煩在 6號球跟8號球這個部分 就是一組CD了 其實他可以考慮啊 假如說不好做的話 他可以打5號去把1號Kiss進 和Push Push是可以把球打進的 然後這個因為2號就不好打了 Push 好 跟裁判示意要打Push 還好主要這個6號跟8號 再來 形成這個一組CD啊 蕭惠凱的Push 並沒有選擇把1號球Kiss進 而是把母球推到另外一邊前 1號球 因為他認為說 這個球就是讓你1號打進 要做到2號不容易 因為 你這是要勾 勾完之後啊 這2 母球啊 的位置 他可能會灌走 你看 他我認為他會把它灌走 是 因為你不灌走的話 還好啊 這球 他一定會把它灌走 因為你1號打進啊 你是做不到2號的 嗯嗯 好我們現在看夏惠凱怎麼樣來做這個Safe球啊 這個球是沒辦法沒辦法進的啊 我在三角框 他其實他是可以打這樣子啊 放輕力打 但母球去把1號打到這個附近 母球可能會接到8號啊 但這是力量的控制啊 但是 不要接到7號太薄 接到7號太薄很危險啊 嗯 是怕 那邊 底帶在那邊嘛 所以要打的那個 力道要控制得非常好 好 力道 好 做這樣子 嗯 嗯 這樣的話就不是很理想哦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對手打進的話 他可以很順的 很自然的可以做到這個2號啊 只要他等一下推桿打底帶進了 他就做得到2號啊 他就做得到2號啊 但是這個母球貼顆星也不是很好打了啊 他還做掉球 做防守 做防守 好球 好球 所以在防守的部分 這場比賽兩位選手比較起來的話是 Ryan Morris的防守成功率比較高 對 夏惠凱今天這場比賽他的防守並沒有打出來 給對方太多的機會了 這個可以解一顆星啊 解一顆星 一顆星兩個星也可以啊 兩個星的話就解 像這樣子啊 從這邊從這邊解這樣上 但是不能用力啊 一個是這樣子解啊 這樣彎過來啊 有點MASSE 有點MASSE 但基本上都不能用力啊 不要不要太用力 輕輕的 MASSE 萬一解不好 這個球好險 因為攻上來以後必須要再碰顆星才行 對方還是會掉你的啊 對方還是會掉你的啊 對方還是會掉你的 我們再來看一下剛剛這個球 是解一個取球 對手還會掉你的啊 這球利用5號球 哇那來這個位置的話 可能就更難解了喔 這個解要怎麼解啊 這個第一個 解兩顆星的話 一定要解在這裡 我們看啊 他這個1號在這裡 所以啊 這個球解的話一定是 要這樣子 因為1號球旁邊還有7號球 所以你不能解的 稍微有點偏差 對所以要解兩顆星啊 第二顆星啊 在這個中代前碰顆星 在中代前碰顆星 看他怎麼解這樣子 可能不夠 好順利解到 看看能不能夠有幸運的掉球 這球還是順利解到 他剛剛是用力打啊 他用力打 把角度縮小一點 假如說你照正常順的話 力量可能這個角度啊 是 不夠大 所以他剛才帶了一點拉 所以第二顆星碰上來的時候 這角度會 這個假角啊 這角度會變大了 所以有時候是用力道 跟一些干法 去做角度方面的修正 他再來掉啊 還是要掉球 這個球 可能差一點 差一點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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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會進 停了 這樣子對下樓開有利 為什麼 他在洞口嘛 現在他解禁的話 因為二號在這 我們看啊 二號在這裡 他這樣子解一顆星啊 最好是解兩顆星 為什麼解完兩顆星的 進的時候 母球會往這邊走 因為二號這個底帶可以打 中帶 中帶可以打 解兩顆星 母球 其實也不需要很用力 只要你解到包球 兩顆星解到包球 自然可以做到二號 好 小心小心 這個球還在轉 停下來 停下來 這個球他就解太用力了 結果解得不準 因為他用力的 角度會縮 角度縮 假如他很順利的打的話 一定是兩顆星解到 兩顆星解到 母球自然而然 會出來 就過去了 而且這個球非常驚險耶 這母球已經有半顆 而且這個球他也很會 非常會跑 你只要順利 解到兩顆星 注意看 你看 他直接打到 還要打到這一邊 假如說他輕一點 是先碰到 顆星 然後再借 再兩顆星 他就一定過中帶了 是 我們看這個球怎麼處理 二號球 勢必還是要來做一個防守 好 做safe 好球 這個球不錯 這個有點像 大台smoker的safe 就放到兩邊 對對 大台smoker就是一顆星 兩個星 三顆星 四顆星上來 是 但是在大台上 算safe 但是在小台的話 這種球只要準的話 還可以拚耶 這球沒掉到 所以這球還有機會請 你看 他穩扎穩打 他根本都不急 這局完全都是在 玩掉球 防守 因為他打擊沒有用 他現在要把那個 8跟6號 帶開了 他現在進攻就有意義了 是 這局 這局 Running Morris 一號球做了三次 掉球 那現在二號球 還是掉球 我們下回看 可能考慮 短竿跳球 為什麼這樣 他接兩個星 他可能沒把握 他跳球的話 他這樣跳過去的話 只要跳到這個球的 要這樣子走 就是說 因為他接顆星 除非你很有把握 說我要接到這個左邊 但他跳球一定可以跳得到 是 他跳得到的話 那他母球 跳到這個 左邊 二號的左邊 那母球往左走 那 二號往右走 然後 運氣好的話 他可以躲到六號 跟八號後面 是 但他接兩個星 我們也沒辦法 像魔術是這樣 我要接到右邊就右邊 接到左邊就左邊 好 結果變成用勾的 勾的也好 掌聲要鼓勵一下 連結帶掉 好球 好球 他可能刻意的 他也要刻意的 是 因為你 這樣子的話 母球不會跑亂跑 但是假如說 你直接打到二號 這母球可能力量太大 所以乾脆 跳一顆星回來 行程Safe 好 你看對方又接到 然後看看行程 嗆死囉 再上 再上 好 要做吊球了 嗯 底帶路線 可能還是被擋到了 對 他可以把母球控制在七號後面 看他 好球 好球 再做一個吊球 對 稍微薄了一點 要在七號的正後方 稍微偏了一點點 好 好 莫里斯來看兩顆星的角度 他準備接兩顆星的看 從我們這邊看一個是在下方 因為下方回來可能會去撞到六號 你看 波到了 波到了 看看母球洗帶咯 哇 這個球運氣不好 雖然有解到 但是對 敲凱來講 現在是一個大好的機會 大好的機會 這局拿下來 我就5比5 搶2 說不定 Morris就要叫暫停了 好 今天2號打進 母球拉桿過中帶 好 好 我們來看一下剛剛Morris這個解球 解到以後 也太用力了 借八號球去洗帶 因為他不要那麼用力的話 就算你借到八號球這個路線 力道沒有那麼大就不會去洗 對 不會洗帶 你看到他八號碰一個星 彈到來還蠻遠的 不過他洗帶對夏惠凱來講是一件好事 對 好 這個 6號 推桿一顆星回來 也回來母球的位置就可以了 好球 太用力了 七號球角度 還好還好 沒關係 基本球 顧近 這球角度自然 母球可以做到八號 好沒問題 自然角度一顆星 做到了八號球 九號球在球台的中央 六個大概可以選擇 看來是直接拉 直接拉幹 好球 五比五了 緊張 刺激 是 現在大家真的是看得摒氣凝神 好球 九號球打進了中袋 夏惠凱頂住壓力 現在追成了五比五 好的觀眾朋友 F1賽事在偉來 在今年為大家帶來這種極速的快感 我們希望中華明星隊 在精明兩天的比賽 能夠像F1一樣 一路往前衝 在昨天0比4落後 那現在要趕進度了 夏惠凱第一點的單打比賽 現在追成了五比五 搶七局的賽事 接下來 就是搶二了 那真的是 衝球方面 現在變成非常非常關鍵 這是我們一直在提到 今天兩位選手的進攻 跟防守方面 防守 夏惠凱雖然之前有幾次沒有調到 但是 前一局 對方一直調他 他一直有解到 而且他有解帶調 才能夠創造出一個 嗆死的機會 最重要就是 跳球 好現在的 衝球很重要 好 連二 看有沒有那一步 是 那一步 差一點 朝著洞口走 但是沒關係 只要連接球是嗆死的話 有 連接球沒問題 我想說 一號球這個球 一號可以灌這邊底帶 我們看這次的衝球 那一步朝著左上角 而去 就差一點點的方向 看 要做安全球呢 還是要拼 這個角度 灌球好像 從這個鏡頭來看 灌中帶 但是二號不好做 那看看要不要怎麼樣來做save 是 衝球進了五號以及八號球 進了兩顆球 好 然後母球回去 關鍵的第十一局 簡單的掉球 六號球 唉呀 稍微用力了一點 哇這對手可以灌中帶 危險 所以今天就是 夏威凱 在 釣別人方面 今天好幾次都沒有能夠順利釣中對手 對 那解球是還好 解球 對方釣他都能夠解到 我認為他這個一號 基本上 母球要掉到六號後面是沒有錯的 但是最好把一號打過中帶 因為底帶有個四號在那邊幫忙擋著去 對手也是 也是要做防守 利用六號球 唉這個球有沒有掉中 應該有掉中 好我們看夏威凱怎麼樣來解這個球 是 一個可以解一顆心 一個解兩個心 嗯 嗯 都都都有都有機會解到 莫瑞西這力量控制太 rose 我們注意看這邊 então Kim 可以這樣解啊 這樣子 這樣連過來啊 解兩顆心 太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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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卡 Gotcha 結果掉對手不成被反掉以後解球犯規 因為他剛好在科興點上 我們所謂的這個加二字 你看他解太下去了 他應該再解上來一點 他變成打到第幾點 過中代的第一點 他應該打上來一點 所以 哇那這一盤球 有可能會讓Morris先取得聽牌了 六號球打進 做到了七號球 左下角抵帶 力量控制剛剛好 九號球是由Morris拿下來 現在席局打完之後 Running Morris 6比5取得聽牌領先的優勢 所以這科興解球相當重要 再來看一下 這是剛剛夏威凱解球沒有解禁 結果是一個犯規的情況 先打到二號球 先打到二號球 不過以剛剛這個六號球調到一號球的位置來講的話 只有這個兩顆星的解球路線嗎 還有一顆星 但是兩顆星比較好解 兩顆星比較好解 那如果我們有擋到很多的話 剛剛用跳球的有沒有可能一號球可以插板或借九號球 他那個球沒辦法跳 因為那個母球跟子球靠太近 所以解球 解兩顆星是沒有錯 但是這只要兩顆星 好來來來母球 母球還在跑喔 但是留在了洞口 這個應該力量輕一點 力量大一點 母球就有搶委屈的機會了 衝球有球禁 我們再來看一下 Morris這次的衝球 他母球直接往回走 但他力量的不夠力 他沒打很用力 不然插板就母球攜帶 3號球禁 我現在 至少對於夏威凱來講 還有上來的機會 因為1號球 是一個掉球 Morris打Push out 下一個選擇不打 因為這個球還是一個掉球的情況 對 那Morris不需要放到這個位置來 要準備輕輕的解一顆星或兩顆星 解一顆星或兩顆星下來 停了 停囉 Stop 好 哎呦 這個球 能過嗎 可以過 但 沒辦法進 是 再輕一點的話 這個是剛好 但這個沒辦法過 頭痛 是 如果能進的話 這個位置 角度還剛好 打進可以做2號 對呀 不知道能不能過 打得到 但能不能進 不曉得 好 順利打進 球再加油一點 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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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 先看這個2號 2號來回兩顆星 博球進 然後 散過9號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的 來回兩顆星做4號 好球 好 2號球 力量夠 絕對夠 是 你看還跑到那麼遠 對 然後這個 母球再 做直一點 做 因為這個key什麼 所以這打進去 母球差不多做這個位置 最理想 越直越好 相當緊張的一場比賽 相當緊張的一場比賽 我們看看 千了一點 不過沒關係 這應該不是問題 因為7號很在洞口 所以他這個可以 這個球可以打 推桿一顆星 不用直接拉了 推桿也可以 其實都沒問題 人家要打進 5號不會跑掉 所以他這個 Follow下去 查看 我剛才沒有打進去 哎唷 肖凱自己 自己下了一票 自己下自己一票 因為Kiss的 不是很準 是 我們來看一下 剛才這個非常驚險 這一個Kiss球 我好像會打薄了一點點 好 好 这球也是推杆 推杆一颗心或两颗心都可以 两颗心好球 因为一颗心比较不容易控制力量 两颗心呢 它就弹出来有限 低杆一颗心出来 好 看这个球角度怎么样 其实九号球两边都可以打 直的话就推杆一颗心台上来就可以了 好 果然九号球选择右下角抵袋 看看再见 我们这个棒球就要再见全能打 再见 9号球 好球 九号球夏威凯顺利拿下来 那现在这场比赛双方6比6平手 要来抢韦杰了 而且抢韦杰和夏威凯占有冲球的优势 哪一步 中华队赶快拿下一点 因为Morris他已经冲过一个哪一步 是 对不对 也该轮到夏威凯 这场比赛最后一次的冲球 注意看一下九号 有机会 重球 这个球型不错 看看一号 看看一号在 一号球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看看能不能做掉球 重球有球进 连接球 原先这个母球位置相当好 又被Kiss乱撞了一下形成这种角度 当然最好是能够打到整颗 然后不会撞到八号 然后母球停在三号后面 现在这个看看有没有镜头带到 看这个一号灌走 能不能停在三号后面 这一号球如果 应该可以应该可以 我看他现在去瞄准的话应该 中竿把定干定在 稳稳的连在三号后面 哎哟打软了 哎呀这个球 不会吧 留下了chance 这种球啊 就是打中竿要稍微用力一点 这母球才定得住 嗯 他变成 想轻轻的点一下 结果软掉 这个要打中一点 定干 让他一颗心上来 是 现在只好等待机会 对啊等待机会 等待看他三做四了 因为是 哇这样比赛夏威凯 在 真的是在调球方面 这方面就是他 他心心想轻轻的 打 定干就可以 其实这个要打 应该是要打用力 让他母球定过去 然后 二号跑来回两颗心的没关 你最好是能够 灌两颗心 在三角框附近 万一他解不到的话 你直接 哦三号球 这个三号球有状况了 来 弹出来 弹出来是一个幸运的调球吗 啊一个幸运的调球 那莫里斯当然 风度也不错 他跟夏威凯挥手示意一下 这个球算不好意思啦 但是 打得太薄了 哇 莫里斯 今天第一个准度上面的失误 但这个失误现在夏威凯好像没有讨到任何的便宜 现在夏威凯要怎么解 解一颗心 哦这个 打得到但是不会 包球打得到包球 不能进 他现在看能不能这样子打包球 这样子上来啊 然后母球下第一竿这样子上来 是 往九号后面走 一定要有一个成功的防守才行 对 extension 那第二个是 有另外一个方法是这样子解的话啊 这个三号网这方法 母球看能不能来来这里 利用 四号球 对 七号球 不过基本上 他能够打得到的话 他会选择 以打得到的 为 为那个 除非说掉球 不要double case就好了 好来看一下 对 闪过去 再加油 母球能不能躲到 10号后面呢 加油 哎呀差一点 是 不过已经尽力了 因为你再用力一点 怕母球 洗带 关键球 这个 这球就定输赢 假如Morris要拼的话 这球就定输赢 为什么 他打绝对不可能打用力 因为 打用力的话 就可能会做不到这个 4号 他会打轻的 他要做防守 这个球 现在看谁防守都好了 是 好 现在看夏辉凯 这个一定要轻攻 这球要轻攻 关键的抢尾局 现在双方 在场上呢 一举一动 好像都 场上整个空气已经凝结住了 非常紧张 因为夏辉凯出竿要小心他的 这个extension啊 这延长时间 已经是用掉了 轻攻 好球 看一下力量是够了 轻攻 太薄了 太薄了 这个太薄了 打太薄了 因为你打厚一点的话 你会 你会闪过这个4号 就打得太薄了 就撞到4号 还好没呛死 还好没呛死 这个球要解不难 而且还是可以直接打到3号球 他可能打卡拉克 还拉杆了 你看 我说他打卡拉克拉杆 但是力量太大了 过中 带 刚刚好 打得到 他还打拉杆了 他想要拉杆拉到这个7号后面 是拉没错 但是他打稍微用力一点 是 Morris虽然苦笑 不过我觉得 他在最后这个抢尾局 一些防守方面 跟他前面几局的表现比较起来 也是有一点点刹球 哦 他尊重对手 所以他 假如说不尊重对手 他每个人都拼了 他就是认为 因为我们 选手还蛮强的 这个球一定要认真打 就是他在 做防守的方面 像刚刚这个球 球瓶又抵到他力道稍微大了一些 对 这有机会贯中殆尽 小一凯这个球 好 来做 防守 再来再来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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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力量不够 差一点点 刚刚可能是不能过 不能过所以他 这个球也不是很好打 是 因为啊 你定竿啊 4号做不到 你恩是要把他 因为啊 顿出来的话 来这边才做 才做到4号 要直接打进 没有拉回来的话 做不到4号 是 这也是 关键啊 看看他是要拼呢 还是做save 拼了 哦 他要拉了 好 可能是相当关键的一级 哇 还是做不到 还是做不到啊 不过这个进了 已经不简单 是 看 非常难打 这个球进得蛮轻松的 很轻松 但是他不够拉 很准 很准 但是他拉没有拉到 这球是看得到但是不会进 没有办法直接进 还有变数哦 还有变数 你看看得到 除非他 这个打卡拉克 拼了 打宝球 搞不好借9号 来再来再来再来 OK 打4借9 打4借9 浮来 可以吗 可以可以没问题没问题 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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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不能用推的 这球不能用推的 推的话怕会太准一起下 就下个低竿 打这个4号 半颗球 进了 这个我们低点应该 大家只会掌声鼓励 等一下我们组委要这个 把我们这个 选手加加油了 现在心跳大家都 正在加速当中 夏慧凯加油 我们看到他下 高杆 高杆但是要打轻 来掌声鼓励了 竹竿打4借9 有啦 好球 夏慧凯赢了 中华明星队在这项比赛当中的 低点胜利 你看 哇 经过了千辛万苦 6比6平手之后的 紧张扣人心弦 赛后赶快请 球瓶罗瑟先生 来探探两方先手 刚刚这样比赛表现 其实我们不要管输赢 这个是非常精彩的比赛 对 防守 进攻 借球 跟这个 临场 就是在关键的时刻 你怎么样来处理球 所以这个打得相当相当的精彩 夏慧凯真的不容易 对 今天 最重要是在这个 5比3的时候 这个 拉近的距离 因为那个时候 Morish Lose的一个球 所以刚才Morish 虽然输了 他还是上来 去打他 那一颗Lose的球 所以他们对这个球 非常非常的专 就是说 这球为什么没打近 其实 他私下来 你只要打10个 10个都近 但是有时候比赛会发生意外 好 夏慧凯非常辛苦的 赢得了这场比赛 那么现在我们在场边呢 待会儿是不是 赶快要来 现场立即 访问到 呃 刚获胜的中华队选手 夏慧凯 但现在 Morish还是满在意 跟他这样比赛输掉了 当然Morish跟夏慧凯两个选手 真的没话讲 这样比赛 攻守方面都有非常精彩的表现 那不管谁赢谁输都带给大家一场非常精彩的球赛 好 那现在我们就请在现场的另外一位主播王仁瑞 为我们来访问到刚刚获胜的中华队选手 无敌铁金刚夏慧凯 在我身旁很高兴看到了刚刚呢 无敌铁金刚夏慧凯 终于为中华队是顺利拿下了第一点 相信这是个好的开始 未来也会带动中华队整体的气势 首先请问夏慧凯呢 在昨天知道今天要担负第一点的重责大任呢 那时候心里会不会感到很有紧张很压力 昨天我们中华队已经连输四点 那我们组委李亚人就临回寿命说 让我打第一点要把试器打起来 所以我昨天压力很大 OK 那事实上在今天我们看到夏慧凯其实呢 在冲球方面来讲呢 并没有像以往在直装大赛一样连接球这么顺 或者是有续盘能力的表现 一度落后啊 那在落后的情况之下 自己怎么样克服这样的紧张压力 我就想说 去年我跟杨青顺 6比0落后 我还是可以追上来 所以我心里面就有一个信念 只要给我有机会 我就会好好的掌握它 OK 最后一个问题我想最关键刚刚大家看到 其实也是相当的胆战心惊 最后一局其实呢 你的这个save球事实上没有做好 那当时自己感觉到有四球碰机会 打四界球机会的情况之下呢 那时候的心情如何 那时候就想说 要尽力 把这一点拿起来 所以没有其他想法 就是认真瞄这一球而已 OK 非常恭喜夏威凯 那也希望中华队呢 在这点拿下之后呢 能够今天 拿下非常好的成绩 谢谢夏威凯 希望我们中华队可以 再接再厉 跟以往一样 就是今天就反败为胜 好 把现场交换给英哲 好 我们刚刚看到夏威凯呢 真的 赢球以后的心情应该是 很激动 这讲话都还有一点喘 这个心跳大概120 非常恭喜夏威凯 为中华明星队呢 拿下了今天的第一点胜利 那目前在比数方面 也追成了1比4了 我们休息变割之后 马上回来为大家带来 第二点的单打比赛 非常谢谢球迷罗斯先生 我是黄英哲 我们稍后再会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